老四伯爷 我有吃个肉皮 你尝尝 你听听啊 人想话不多 想吃什么跟我说 大家好 我是放红子 老四伯爷 今天准备这一块五花肉就是 哇塞 咱们今天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脆皮五花肉 买的时候呢 老板已经把这个猪皮给咱们烫了 我已经洗过了已经 咱们现在把它改下刀 改成窄窄的汤条 废话不多说 开整 咱们先把这个炭点一下 把炉子放在炉子里面 把炉子先给热起来 等会烤肉的时候 其实炉子比较慢 你抽水吧 师哥 我给他切点葱姜 好 我开始了啊 开始 吃点葱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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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留着 来把肉 取向三千克 吃点葱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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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葱姜 刚刚就给我们捞水 滑水 再用火了 捞水了 捞水了就好了 来辣火 肉 咱们用刀把这个猪皮上炸起来 咱们下面腌制一下这个肉 生抽 蚝油 鸡精 老抽是吗 嗯 老抽 鸡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没有白糖 我们去放它或者 说蜜 我找什么 蜂蜜 十三香 然后咱们给它抓换均匀 抓换均匀以后啊咱们腌制十五分钟 撈起来 咱们已经腌制了一会儿了 现在把这个肉啊 挂到勾里 多挂点 没有 没有 嗯 嘿嘿嘿 没错 这让我想起一个电影 一个电视剧 是 这种炸烧包 不是 许仙 哦 许仙 许仙跟这有没有关系 许仙不是有一集 锁头的琵琶鼓 锁头这两个那个啥 锁鼓 两个鼓都锁了锁鼓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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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热有香 两个小时 OK 我的炉子也热了 那是 好了 这儿需要烤了两个小时 咱们开始盖上盖 烤点 好了 哦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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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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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手 哦呦 真好啊 这是练过的 嗯 别人可不敢练 好香啊 你慢着点喝 你这喝多了 谁抬得动 你看你看 嗯 走 就这个脆肉还有谁 你问问还有谁 老个人 我给你吃个肉皮 你尝尝 你听听啊 这小脆肉 这小脆肉 震得我头皮都发麻 受不了 太爽了 你都吃了两根了 我吃了吧 想好了 我有点余游未尽 如果挺勉强就别吃了 凑合着吧 今天喝的这个救护酒还是可以的 改天家吃会儿我再给他买一下 可以 不赖 确实不赖 行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评论关注哦 再见 两个话不多想吃什么我说大家好 我是胖猴子老铁文 今天咱们采购回来了 确保我的车赶紧把这五花肉处理一下 咱们给五花肉啊烧一下皮 烧好以后啊咱们用钢球把这个烧黑的地方烧干净 所以五花肉呢咱们改一下招 咱们改一下招 水锅烧水 五花肉 冷水下锅 加入气球三叶钢 葱姜 尿酒 凉火 这看着你不是啥啊 你不是啥啊你 我经常给我小子肉给你炸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咱们把肉去清洗 下碗肉就完了咱们炒个糖蒜 水锅 炒油 炒油后下水瓶子 炒油后下水瓶子 炒油 我炒好的五花肉啊咱们炒到砂锅里边 加入葱姜 一个卤肉包 生抽 炒油 炒油 味极切 鸡椒 水 盖盖 炒个骨 老板咱们用砂锅小火煨上它一个半小时 老板咱们已经炖了一个半小时了 哇塞 现在准备放盐 吃一半 这一个22年 还有7年 这个27年 哇 做得这么半天 哎呀 实在太少了 来一碗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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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面吃吸肉吧 直接吸就行了 太适合 嗯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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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我停 哇 撒上点咱们亲自摘的小葱 你们先吃 咱们换了新的地方 然后 种会五花肉吃 咱们庆祝一下 废话我就说 先把这个五花肉咱们改一下刀 上面咱们把它改成薄薄的厚厚的小小的大大的块儿 改成这样一会儿咱们再打一下花刀 然后咱们再打一个十字花刀 打到肉皮上 不要不要把肉皮打破 拿着 等炖开以后啊 可以跟朵花一样 咱们准备点葱姜 来点姜片 锅中加水 锅中加水 五花肉冷水下锅 加入去腥三点个 葱姜 尿酒 点火 烧好水以后咱们捞出 咱们就给它洗个澡 洗锅 烧油 油热后下入冰糖 咱们炒个长蒜 五花肉肉皮上上 咱们放到锅中 把它均匀的码在锅底 加入葱姜 料酒 老抽 蚝油 生抽 卤肉包 鸡精 冰糖 炒好的糖色 盖盖 好沉 老铁们 咱们等它开锅以后炖上一个小时 稳火慢慢炖 咱们就点小葱 咱们 炖了四十多分钟了 咱们看看怎么样 哇塞 非常香 咱们 咱们 行了 不太等了 出锅了 哇 哇 哇 实在太香了看着 不行我已经迫不及待 撒上点咱们亲自摘的小葱 哇 哇塞 没治了 哇塞 好长时间老铁们看我喝酒了 然后咱也没做红烧肉了 今天 大饱一下口 哇塞 这大红烧肉 真带点 你们先吃 我替你们尝尝 好 嗯 非常过敌 这个肥肉啊 入口即化了 这个肉皮呢 这个肥肉坦坦的 嗯 瘦肉呢 也很有嚼劲 总之 非常成功啊 再来一碗 哇 这是我 配上米饭 绝了 喝点吧 啊 啊 其实夏天啊 啊 我是真不想喝白的 喝点皮子多贵 涼涼涼涼涼的 但是你们 尤其不要让我喝 又非要让我喝白的 喝白的喝白的吧 啊 喝白的喝什么 咱也有肉吃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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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哎呦 哇 和我喝一杯 哇 哇 哇塞 老铁们 猴子这不刚来到这个小院 其实啊 你看后边这面墙 应该挂一些东西 但是挂什么猴子一直 心里没 不知道不知道该挂什么 希望老铁们给猴子支支招 看看咱们后边 能挂一些什么装饰 然后也给猴子出出主意 给猴子解解难题 猴子确实太难了 这么一个小院 虽然不大 但是猴子确实 按照我的心思去装修它 去美化它 我感觉 非常完美 但是不知道在你们心中怎么样 你们感觉这个地方怎么样 也希望你们积极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互动起来 咱们互动起来 行了废话不多说 回到咱们五花肉吧 抱不老天门真行啊 嗯 太爽了 好了兄弟们 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软伤别人关注 再见 你看 哇塞 哇塞 哇 人很忘不乐 想吃什么就跟我说 家伙伴们 我是猴子 今天真的挺狠的 你知道吧 看了吧 能看个印吧 满满的一头 知道这是什么吗 猪血 这是昨天晚上 刚刚刚刚在猪 弄的血 咱们就先不打钱让你们看 这时候可能有点运规 也可能是人 所以咱们先不看 今天两种吃法 然后咱们进点血块 然后做一个 蒸点血糕 现在咱们先做准备工作 准备一个盆 加入玉米面 好了家伙伴 就这么多玉米面 然后咱们加开水 烫一下 在玉米面里加热水 一边加一点水 把这个面 这个炕成 炕熟 这个就好了 玉米面已经泡好了 然后加白面 1.5 1.5的面 然后一会儿的玉米面 然后给它翻版均匀 这里边啊 发酵粉 然后给它 红枣里边 咱们还有给它发酵的 给它抓慢一下 我现在需要人帮忙 往里边加 加血 那iden 穿上 在 United 它更是 你们 但是 那个 你 在 好的 先生们 基本上就这样了 我也有尽力了 看看 活到这个程度里面了 因为你嫌块儿大 这个大块 您的这个 我这个内心 我面前的 好了 下面咱们干别的 还有点血 咱们有点什么 一会给他进过 然后这个配料 上面给他弄开 把切好的肉啊 放到碗中 让他简单的给他调一个底味 蚝油 放油 吃饭腥 背筋 少来一点盐 抓板冰 下手 葱姜也放到里边 葱姜也放到里边 葱姜咱们放到锅里 好了咱们 出锅 咱们面放好了 放一点盐 把这个葱姜 还有咱们那边腌的肉 放到里边 给它活鱼 好 咱们 楼梯上 吃上冒 倒个好个面 倒入到上面 摊平 摊平 摊平以后啊 咱们拿个菜子 在上面 搭一点点 变上锅盖 蒸上它 半个小时 来 咱们外边的沟啊 把它整好 然后切一点 把它炒一下 起锅 烧油 油热加入辣椒麦 葱 还有洋葱 放在里边 放出椒麦 家人们 咱们蒸了30分钟 现在开锅 咱们看看 3 2 1 变成平静的事 来了 怎么样家人们 天天动起来 家人们 现在已经蒸好了 蒸好了以后 咱们得赶紧分割一下 哎呀家人们 一下午啊 整整一下午 才收拾完 弄得我这儿 跟熊爱现场一样 废话不多说 咱先尝尝吧 你先嘞 嗯 哇太好吃了 猪挺好吃 再加上咱炒的 技术在那儿 多好吃 跟大草糕似的 跟大草糕似的 嗯 真是 真是 这一下午 不白忙好 确实挺好吃 我们家老太太一直在说 这个东西 一年只能吃一次 就他小 因为一年 那时候穷嘛 一年 到头 过年的时候 再刷杀头猪 杀头猪 弄点猪血 才能做这个 因为那时候穷 什么东西 浪费不了 是吧 好吃 老鸡 下腿 硬 啊 你俩在心下 你小时候 小时候 那那那大锅 那码头 你正大锅 那码头一正 正就锅个人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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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着锅边在那 对 好吃 好吃 我告诉你们 你们别都吃了 给我们留点 有点 有点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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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吃的东西 你们都吃了吧 你们不给我们留点 我留一会儿给你了 我留一会儿给你了 好吃 行 别吃了 人咋一人说了 嗯 你不要吃了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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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最后一块儿啊 行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老师们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真笑 你带他弄块儿 哈哈哈